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绍或分享《未来儿童》的杂志 那这一套书其实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就是它是比较已经要 当然要会一些基本的中文 或者是可以读音的小朋友 我觉得比较适合七八岁的孩子 然后它里面有介绍很多就是现在的常识 还有就是有点像是 回答问题啊 或是比较实事的 像我这里拿到一个就是介绍马云 然后介绍他的生平 跟一些 这里有些成功的内诀 然后有关药物的使用 还有中药、西药等等的不同 然后有这个吃药的 这个药碗要怎么吸收呢 不同的药、七行怪状的药 有打针的 或者是是不是肛门塞剂啊 这些都有介绍 所以它这个是写的比较 会比较多细节的一个杂志 所以是比较适合大眼的孩子 它里面有一些些 不是很多的广告啊 我觉得还可以 嗯 这里有一些漫画 然后呢 我觉得小孩子可说看的比较多 就是文字以后需要看一些像漫画 这样的比较放松 比较有点像在看图 然后你知道就是看漫画 比较不会这么的累 介绍手机 第一台手机诞生1973年 所以我觉得是真的是比较是 嗯 讲时事的这个杂志 里面还有这个小的漫画 然后也有做 比如说这是创意文字以朗 讲到苍结 什么是苍结呢 然后呢 这里我看一下 可以 我们讲到这个 这里有一个漫画 好 所以 他在讲这个像型 就是型 型跟这个文字的 这个 一些 关联 好 所以 我觉得还有蛮多 很有趣的 但是呢 可能给小一点的孩子 也是可以 讲给他们听 就是说可能一次不能太多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 很多 包含很多种方面的 还有猜一猜 即庆猜一猜 这些 这是 还有新诗 就是说故事时间 所以呢 就是一本 里面包括了很多东西的 对 这一个是另外一个鲨鱼传奇 就是 就 呃 7月份 今年7月份的 这样讲到 戴明尼的叙利亚孩子 然后 我觉得对 孩子的世界观啊 不同的 宗教 这些也是 很好的 开他们的眼界 因为很多 其实我觉得 难民营的这些世界 对孩子可能 我觉得有些 还不能 在电视上面给他们看 因为太 沉重的话 需要 稍微 就是 慢慢的 把他们 就是 到那里去 讲到 难民 讲到战争 等等 所以呢 讲到 讲到一些 就是 就是 像下一本一样的 不同的编排 讲到鲨鱼 因为前几个月 刚好是 那个 Sharp Week 所以我觉得他们 有 应该有特别想到 这个 然后 讲到 讲到 个人的一些自传 这个是 介绍 鲨鱼 会怎么样 然后 就是 自然生态 艺术作家 他讲到 这个 一个 这个作家的一个 像是自传 小的自传 漫画 然后 还有更多的漫画 这里 再讲一些 故事 故事的 用科学的 主题 或者是 对 这是科学主题 我觉得真的很好 所以一天不用全部看完 虽然我觉得 有的时候 小朋友真的想要一次 就把它看完 密封的 这个 迷宫 我觉得 小朋友 这个应该把它印出来 然后 就一直玩一直玩 找到 找到 为止 我不是鸽子 好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 外来儿童是什么的话呢 你可以去找找看过期的杂志 什么的 OK 今天先这样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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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